大家好,我是刘亦 天气是越来越热了 凉拌菜特别受欢迎 今天就教大家做一道 在四川很有特色的凉菜 那就是蒜泥白肉 香辣解馋,开胃又下饭 自己在家做,不仅比饭店的好吃 而且又实惠 接下来就跟着我的视频看一下 具体是怎么做的吧 几分钟就能够学会 首先来准备一块猪肉 大概半斤左右 最好是用这种猪后腿肉 也叫二刀肉 吃起来瘦肉不柴,肥肉不腻 而且这块肉 也是做回锅肉的最佳选择 把猪皮的表面一定要烧制下 主要是去除猪毛和一些残留的毛腥味 像这样把锅先烧红后 在猪皮朝下 来回多蹭几下 有点发焦就可以了 然后倒入多一些的清水 先浸泡三分钟左右 然后再慢慢的清洗干净 猪皮用刀多刮几下,就非常的干净了 接着来起锅烧水 开始煮制 一定要冷水下入锅中 再放入多一些的料酒 保持小火慢慢的烧开 这时候准备少许的大葱切成葱段 生姜一小块切成姜片 切好后装入盆中 再放入几颗干红花椒和干辣椒 这几样主要是起到蒸香和去腥的作用 开锅后用勺子把表面这些浮沫一定要打干净 这些都是腥味的来源 再倒入切好的姜葱和花椒辣椒 再盖上锅盖 关中小火煮至20分钟左右 中土一定要翻动几下 让其受热均匀 20分钟后打开锅盖 可以看一下 用筷子轻轻一擦 不冒血水就可以了 不用煮的太熟太烂 然后捞出 自然放凉 接着来准备小料 大蒜一定要多一点 把根部切掉不要 这样做出来 蒜香味才会特别浓郁 先拍破 然后再剁碎 一定要剁细一点 如果家里边有倒蒜器 最好是倒成蒜泥 那样味道更香 剁细后装入盆中 放入一勺的香油 不仅能够很好的增加香味 而且还可以防止蒜泥氧化变黑 再来准备一个小盆 放入一勺的倒口辣椒面 和半勺的白芝麻 再放入一勺的料酒 用勺子慢慢的翻拌均匀 这样做出的辣椒油 色泽更加的红亮 而且还不易服 味道更香 接着拎起锅 放入适量的菜籽油 油温烧至六成热 加入辣椒面中激发出香味 用勺子搅动几下 最好是分两到三次加入热油 这样味道更香 而且色泽红亮 接着来准备多一些的小葱 清洗干净后切成葱花 这个主要是搭配颜色 又增加香味 黄瓜一根清洗干净后 把尾巴切掉不要 再从中间片开 切成薄片 这个用来放在盘中垫底 主要是丰富口感和解油腻 当然也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 放入一些喜欢吃的素菜 切好后装入盆中 再把凉特的白肉 改刀切成薄片 这个尽量要切薄一点 这样在拌制的时候 更容易吸附料汁的味道 吃起来香而不腻 全部切好后 摆在黄瓜的表面 像这样就可以了 当然也可以采用直接拌的方式 接着来调味 蒜末中放入适量的盐 少许的鸡精 不喜欢吃的可以不放 小半少的白糖 中和味道提鲜味 四勺的生抽酱油 大概是20克 提味提鲜 两小勺的陈醋 吃起来开胃又简易 用勺子先搅拌均匀 再放入辣椒油 这个根据个人的口味而定 再放入小半少煮肉的圆汤 切好的小葱花放入一半 继续用勺子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哇,这味道真是特别的香 然后浇在白肉上边 最后再撒入多一些的小葱花 拌匀后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要想做出的蒜泥白肉好吃 一定要掌握好这些步骤和技巧 尤其是过年过节 或者是家里来客了 做上这么一盘 待客特别有面子 再也不用去饭店吃了 下酒又下饭 喜欢的朋友 记得帮忙点赞评论转发收场 我们明天再见